为了鼓励阅读茉莉二手书店和台东家福中心 共同合作打造茉莉阅读苗圃书屋计划 台东家福中心运用音乐活动绘本等活动方式 举行茉莉小学堂 提供社区以及辅助家庭 安心的阅读空间以及活动 茉莉二手书店为了提升儿童阅读风气 提供一年度计划经费50万元 与台东家福中心共同打造茉莉阅读苗圃书屋计划 台东家福中心于每月的第三个礼拜六下午 于中心内举行阅读活动 运用绘本音乐活动手作及小组游戏的方式 带领学童走进阅读的世界 他有发起一个募书的一个活动 希望把这笔就是这一些书拿去卖掉之后 募来的钱然后拿去捐给我们台东家福中心 或是其他的家福中心机构 然后办理一个就是有关环保 或是有关阅读的一个可以提起这些风气的一个活动 计划将持续至2019年12月 并于每月的第一及第三周 周三下午开放台东家福中心内图书室 办理交换书籍及开放阅读空间活动 现场更有义工协助儿童进行科业活动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下午有个创意识集的活动 那我们也会在这边开我们的茉莉的小学堂的活动 就是怕在我们楼上的易卖的那些家长 或是有来逛社区的民众 他们的孩子可能在旁边会比较没有学习的机会 对然后也有顾虑安全部分 所以我们就会引导他们孩子到楼下来 就是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家长一起跟孩子们一起玩 我们大概是两个小时的活动 那在第一个小时主要我们的讲师 就是我们的义工老师会带我们的孩子 就是聆听说故事 那在说故事的当中其实也可以学习到很多 包括我们讲师他有很多的故事呈现 都是有关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 我们还有在每个月的单周三 下午我们都会开放三小时的图书馆 就是这边所看到的书籍 孩子们都可以在这边阅读 茉莉阅读苗普书计划 期盼透过社区内阅读的推广 提升儿童与青少年间的阅读风气 并且透过专业老师 在阅读上提供孩童支持与陪伴 欢迎民众于每月第三周的周六前往了解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导